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 雖然人氣藍團MIRROR就因為紅館演唱會發生的事故 就休團兩個月 但其實十二指的消息仍然是成中熱話 感覺上他們的人氣也是有增無減 只不過好像少見了他們而已,曝光率比較低一點 有網民竟然發現香港巴士年鑒2022年 竟然就用姜濤山的電車作為封面 咦,令人覺得有點迷惘哦 咦,電車?這是巴士來的嗎? 有質疑作者的編輯 是否為了吸引姜濤買而刻意把電車放上巴士年鑒呢? 其實話說這本《香港巴士年鑒2022》 其實在6月份就出版了 只不過Facebook一個名為屯門友的專頁 在20日有人分享了這張封面照片 我看到這個封面的大圖竟然不是巴士來的 而是一部印有姜濤肖像的電車 正正就是粉絲在姜濤生日那天 戚資在電車車身買的廣告 不少網民見到馬上是蛤? 沒有想到巴士年鑒封面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是電車來的? 古代有指鹿為馬 今天有指鹿為馬 有網民就說 掛薑頭賣狗肉 有些留言更加說 作者是不是薑糖來的? 也有人質疑這個編輯是否想吸引粉絲買這本書 增加銷量 不過有網民就認為其實也不是太大問題 作者覺得這個對 那就放上封面 另外真正正有巴士迷出來解話 他就說 其實巴士年鑒一直都會有小部分內容 收錄其他交通工具的資訊 只不過這次印封面就有點奇怪 也有些真的看過這本年鑒的網民就說 不是呀 其實這本年鑒裡面 真的偏偏講有關應援巴士 而在裡面也有介紹姜濤這輛應援電車 其實說真的 作為一個 如果我是書箱 我想銷量高 其實也應份 會不會因為介紹姜濤電車而銷量高了 我真的可能會 但我覺得在於一個出版 我想銷量高 放一些銷量高的東西 會有機會提高銷量的東西 在封面也不失為過 加上應援巴士這個文化 當然你不要牛頭不搭馬嘴 但其實應援巴士這個文化 有確是挺有趣的 是香港現在的一個新的景象 基本都是這一兩年間 突然流行起來的一個方法 絕對可以稱為巴士車身廣告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見證著這個文化 而且這個書箱也有在連鑑 有著名的 它說今次巴士連鑑採用 是一個書套的精裝 所以姜濤號電車 和這個紅色的新型號巴士 叫狂絲 互相揮影 扣建雙封面的效果 說真的 設計 美感 我也是懂得鐵 但我覺得雙封面效果 挺有趣 說真的 如果他想 純粹衛谷銷量的話 只是想衛銷量 沒有的 你把應援巴士放為封面 姜濤一樣會賣 你還可以放在Anson Lo那格 放在這個那格 放在其他成員那格 Anson Lo的粉絲又賣 其他粉絲又賣 很多MIRROR粉絲都會賣 事關應援巴士 也不只有姜濤一格 其實還好 但我相信他真的有從那個美感去出發 即是覺得 你知道藝術家這件事 我覺得是由這個原因 我有接受的這個解釋 所以 我反而覺得編輯也挺細心 他6月份出的 搞到我也想買一本來看看 不知道還有沒有買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